谢谢大家 很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场发布会 这本心理学与基督教五种观点 它的分量自然不用说了 我们今天在座的三位嘉宾老师 都为这本书的中文版写了推荐语 大家到时候买了书都可以仔细去读 那我作为责任编辑又是译者之一 也很愿意再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亮点 其实这几个月我们相当于把这本书的内容 掰开了 揉碎了 细细地咀嚼了 那我掂量出这本书有两大独特的地方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 简单来说这两点就是一场对话 还有一种眼光 首先大家拿到书以后会发现 这本书封面上列出了特别多的人名 一共有七位撰文者 英文叫contributor 这七位撰文者都是相关领域的大咖 但是最难得的是他们不是自说自话的 都是用笔谈的方式展开了一场讨论会 书里头从第二章到第六章 每一章的格式都是先由一派观点的代表 陈述他自家的看法 接下来其他四派依次提出回应 所以你一路读下来 你仿佛就在现场 听见他们彼此追问 互相应答 有时会带点火药味 但有时又加几句俏皮话 但是每个人都非常诚实 很谦卑 这真的是基督徒坦诚相见的一种典范 所以给我们带来的 不光是思想上的激发和碰撞 而且是生命的一种体验和警醒 对那些跟我们不同意见的主内肢体 我们到底有多久没有这样平爱心 说诚实话了呢 其次呢 这本书还提供给我们一种眼光 鼓励我们跳脱自身有限的视角 面对个体之间的差异 勇敢的尝试站到不同的角度 好获得全面的认识 所以约翰逊博士为这本书撰写的 导言和结论的部分 就细细的分析了这些议题 把我们必须跨越的障碍 指点的明明白白的 而他那些精彩的论述 说实话已经超越了 基督教如何回应心理学的议题 所以不管是你在哪个领域侍奉 如果你想拓宽视野 深入思考 同时还持守信仰 那么约翰逊博士的这些论述 你是不能错过 所以总结来说 这本书对我们读者会是个不小的挑战 因为我们天性是都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欣赏我们自己熟悉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凭信心接受这个挑战 你读完这本书 你就会发现 你不但可以更坦然的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 而且你可以对自己 对世界都有更多的认识 那最后呢 无论你原本是持哪种观点 我们都推荐你能够购买 好好的仔细的阅读这本 心理学与基督教五种观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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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